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信奉佛教的西夏王朝最终占领了这座城市 然而不知是什么原因 那些出门逃难的僧人们再也没有回去 这个藏有经卷文书的神秘洞窟 自此变成尘封千年的秘密 九百多年过去了 1900年初夏的一天 一个来自湖北的普通道士 无意中发现了这个神秘的洞窟 当洞窟中的这些文物宝藏重建天日 丝绸之路上这座几乎被遗忘的历史文化名城 终于告别千年的沉寂 重新获得世界的瞩目 它曾经的辉煌也渐渐变得清晰而鲜活起来 史肉之居敦煌 齐连间 史记中的这段文字是敦煌地名的最早记载 后人解释敦煌的意思 敦 大也 黄 圣也 战国时代 强大的肉汁吞并了枪人 秦朝末年 他们又驱走了当地的乌孙人 从此 肉汁人成为敦煌与河西地区的主人 然而 没有永远的强者 公元前209年 崛起的匈奴击败肉汁 成为这里的新主人 并不断侵犯汉朝边境 公元前138年 汉武帝刘彻派张迁出使西域 与联络大肉汁合击匈奴 但此时的肉汁人乐不私属 张迁只好空手而返 张迁却有意外的收获 他将这次长达13年初始的见闻 向汉武帝写了一份报告 这份报告成为汉武帝随后用并惜语 打通丝绸之路的重要参考 当次汉武帝打匈奴 就是匈奴给羌人结合以后呢 把河西走廊占了以后呢 汉朝政府在给世界接触这个窗口 路线整个堵掉 他没办法 他要给世界接触 必须把这个匈奴和羌人 对他的围堵 他形成的包围呢 要打破 公元前一百二十一年 雄才大略的汉武帝 派漂骑将军霍旭令 率领一支远征军西出河西 结果霍旭并击败师奴 从此 河西纳入汉朝的版图 为确保敦煌与河西地区的长治久安 公元前一百一十一年 西汉王朝在河西 设五威 九泉 张义 敦煌四郡 进行行政管辖 并大规模移民屯田 敦煌逐渐繁荣起来 从此 有文字记载的敦煌历史 正式开始 中西交通的陆路国际通道 丝绸之路也独移开通 敦煌在这个路线上的 它的地位越来越重要 就是你出去不定到哪条线 出到敦煌以后呢 都得走将近一千五百里路 因此在敦煌出关的时候呢 必须经过行资的准备 经过一个月回来到敦煌呢 也得休息 那么就在敦煌地区呢 这个商业城市呢 就这么样形成了 所以敦煌城市的形成呢 它既带着军事性制 又带着商业性制 东汉末年 中原地区军阀混战 虽然经历了西晋的短暂统一 但很快就是八王之乱 勇家之乱 借着西晋灭亡 近视南迁 中原进入十六国时期 敦煌也先后归属于前梁 前秦 后梁 西梁 北梁等五个政权 与战乱平平的中原相比 敦煌社会的总体形势比较稳定 经济持续发展 随着大地中原大族 与世人的迁入 文化也逐渐繁荣起来 儒家经典在敦煌广为流传 一些大儒如张焕 郭宇 宋仙 索席 看音 刘炳等纷纷隐居于此 剧图讲学 其中刘炳一生著述慎丰 转有略记八十四卷 敦煌十入二十卷 张焕之子张之为著名书法家 擅长草书被誉为草圣 为后来王羲之等书法家 开创书封起了先导作用 敦煌 已经成为一个人文晦翠之地 山不再高 有先则明 拥有文人和文化的城市 才算是一座真正有内涵的城市 经过四百年的积淀 文化敦煌终于出现在我们面前 但此时的敦煌 仍让人觉得还缺少一样东西 于是佛教来了 这正是敦煌一直在默默等待的 大约从公元前二百六十年开始 佛经由天竺僧人带入西域 西域成为佛教的第二故乡 是当时佛法最兴盛的地区 敦煌是佛教传入中原的第一站 佛教传入之初 敦煌就出了不少著名的高僧 伟正时年间 肉之人 主法户在敦煌出家 进武帝时 他随时游历西域诸国 带回许多佛经 在敦煌 长安 洛阳等地欢意传播 因主法户势居敦煌 人们便称他为敦煌菩萨 主法户的弟子主法城 也是一代高僧 在敦煌一代的影响 甚至超过他的师父 这是敦煌特有的一种佛教祈福仪式 每年春天 敦煌城里的僧人 要在城东这座建于公元 386年的白马塔前 举行一场法式活动 为的是纪念著名高僧 揪摩罗什的心爱作祭 陀金白马 十六国时期 秋思高僧揪摩罗什 来到中原传授佛学 他欺一匹名叫天流的白马 向东而行 行至敦煌 白马突然病倒 相传 白马临住当晚 托梦揪摩罗什 说现已入关 前面就是阳关大道 敦煌是自己的超脱生死之地 今后再也不能陪伴他继续前行 并叮嘱揪摩罗什 一路珍重 说必化作一片财侠 升天而去 为了纪念这匹一路与他相依为命的白马 九摩罗什 化缘建造了这座白马塔 一千多年来 白马塔威然屹立敦煌城中 成为这座古城悠久历史的亲历者 与见证者 在十六国时期 由于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统治者的提倡 中原地区佛教愚驾兴盛 越来越多的西域高僧历尽千辛万苦 来到中原弘扬佛法 敦煌依然是他们进入中原的第一站 敦煌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一刻终于到来 此前几百年的准备 仿佛就是为了这一刻的到来 公元366年 一位名叫乐尊的高僧来到东皇 他来到琼东南凝沙山东路 眼前忽然一亮 三维山上出现了万道金光 金光之中 他依稀看见千佛化现而出 乐尊坚信 这里就是自己寻找的佛国圣地 于是学心留在这里修行 并在三维山上开造了第一个禅谷 这件事远近传扬 虔诚的善男信名纷纷前来朝拜 许多年后 法梁禅师从东方来到敦煌 又在旁边开凿了另一个石窟 从此香火更旺 信佛的人更多 石窟越开越多 于是高僧大德 皇宫贵族 普通市民 各色人等 不论高低贵贱 都在三维山上开造大大小小的石窟 他们根据各自不同的社会地位和经济条件 做着不同的功德 一代又一代 墨高窟中积蓄着智慧的结晶 酝酿着博大的佛教文化 收写金券有功德 挖掘开刀洞窟 能够消除我们的烦恼 这本来在经典上面就有志在 这些种种的这些行为 能够增加我们的福慧 所以这个过程 首先就是一种修行的方法 每天墨高窟回荡着中古灵夺的清香 成群结队的善男心女 身穿的华美的服装 手里拿着香炉 花束或乐器 嘴里念诵着佛号 从一个洞窟到另一个洞窟顶礼膜拜 喃喃许愿 每一个洞窟里香烟缭绕 每一座佛像前点着长明灯 虽朝虽为中国历史上最短命的王朝之一 但在敦煌福教传播史上 可以大数特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